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鞋底勾完之后不用断线 我们可以继续勾 因为我们前面三圈呢 用的还是同样颜色的线 好 那我们开始勾第一圈 首先我们立一个辫子 当作起立针 第一圈呢 好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一般勾鞋子呢 我们都是这样的 挑起两个辫子来勾的 我们一般都是这样 挑起两个辫子来勾的 那我们一般勾鞋子呢 这个鞋底到鞋帮呢 这为了有一个比较好的过渡 那我们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好看的条纹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勾外面 第一圈一般都是勾外面的这半个辫子 也就是我们说的外半针 我们一般都是挑外面的半个辫子 好 那现在我们开始第一圈了 这是立起立针的地方 那这里呢我们就不勾了 那这样呢我们就有一个 可以有一个这个减针的效果 所以我们在下一针里挑外面的半个辫子 挑外面的半个辫子 我们勾一个短针 好 如果新手朋友怕找不到呢 我们可以做上记号 这是我们第一圈最后引拔的地方 好 然后在下一针里呢 我们也是勾一个短针 每一针里面都是只勾一个短针 我们的第一圈呢就是这样 不加不减的 不加不减的每一圈只勾一个短针 那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就是 我们第一圈每一针呢都是 只挑外面半个辫子来勾的 都是这样的 只需要挑外面的半个辫子就可以了 好 大家呢用这种方法呢 把我们的第一圈不加不减的一直勾到后面 勾到这里我们再来看怎么引拔结束 我的第一圈呢已经勾到最后了 那现在呢我们在记号扣的位置呢 引拔结束第一圈 好 现在开始第二圈 第二圈呢还是短针 所以先立一个辫子当做起立针 好 那么第二圈呢我们起立针的地方呢 我们就要勾一个短针了 好 然后下一针呢也是勾一个短针 那么大家注意呢我们现在呢都是 条两个辫子 只有第一圈呢是条外半针 那么我们其他的呢 都是条两个辫子 好 下一针里也是一个短针 好 这是第一针 可以做上记号 第二圈呢我们是这样呢 不加不减的 每一针里面勾一个短针 好 这是第二圈的勾法 那么一直勾呢勾到 又是勾到最后一针 又是勾到最后一针的时候 然后我们呢像刚才一样 在记号扣的位置呢引拔结束 那就完成了第二圈 然后开始第三圈 第三圈的勾法跟第二圈呢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都是不加不减的 全部勾短针 好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鞋子呢 底下呢这里勾了三圈的短针 三圈的短针 只有第一圈呢是引拔的地方没有勾 那么第二圈第三圈都是不加不减 全部勾短针 好 大家能勾 用这种方法把这三圈勾完 勾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勾这个鞋面 好 第三圈呢我已经勾到最后了 那同样我们在第一个短针的地方 引拔结束 好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断线 把线头的拉长剪断 好 现在呢我们要藏下线头 这是呢我们引拔的地方 我们把这个线头呢带到里面去 好 这是最后一个短针 这是最后一个短针 那我们呢穿过外半针 同样把这个线头呢带到里面 好 这样呢它就会形成一个辫子 线头呢我们就这样藏在里面就可以 好 这里呢不要拉得太紧 好 这是呢这个底下的三圈 那现在我们勾鞋面部分 鞋面部分呢这里还是用我们这个奶白色 好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位置 这个 这是鞋头 鞋头我们朝左 鞋跟呢朝右 我们来确定一下它的位置 好 我们看一下 嗯 勾过鞋底呢都知道 我们最后一圈呢我们是加针的 这是第一次加针的地方 好 大家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 这里有一个V字 有一个V字 好 然后呢我们顺着这一针对上去 好 大家再看一次 鞋底最后一圈加针的地方 我们找到第一次加针的地方 好 这是我们第一次加针的地方 好 我们从这里开始 好 那我们的这个鞋头部分呢 我们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个鞋头呢我们要勾这个长针 全部要勾长针 好 我们像平常一样把线带好 后面呢让它留下线头 因为要勾长针 所以我们先要立三个辫子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剪针了 我们这里的鞋面的第一圈 用的是长针的方法来剪针 勾完三个辫子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剪针 大家来看一下长针剪针 勾针呢先绕线一圈 我们穿到下一个辫子里 穿到下一个针目里面 好 后面的线头呢我们 需要放在勾针上面 这样可以把它隐藏起来 好 我们勾出线 带过前面两个线圈 这是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那我们继续到线 穿到下一个针目 勾出线 带过前面两个线圈 那这样呢就是两个未完成的长针 勾针上呢有三个线圈 我们一次带过 好 那这个呢就是长针的剪针 长针的剪针 那像这样呢我们一共呢要剪九次 我们一共要剪九次 这里呢我们一共是剪了九次 好 已经一次了 重复这种方法 好 然后又一次带过 两次了 三次 四次 五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八次 八次 九 好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好 剪了九次 剪完九次之后呢我们再勾一个长针 在下一针里面再勾一个长针 好 这就是我们斜头部分这里的第一圈 现在开始第二圈 那第二圈呢我们要把这九针呢 全部 全部把它剪为一针 全部把它收为一针 好 我来看一下 先立三个辫子 先立三个辫子 好 然后把这个鞋子呢把它反过来 现在我们要把这九针 全部用长针呢 把它收为一针 好 这是起立针的地方 我们就不勾了 我们在下一针里 勾长针 公园 2 3 4 5 6 7 8 7 然后我们还剩下最后 我们一开始立的三个辫子 我们穿在第三个辫子里面 再勾一个长针 好,那这个时候勾针上应该有11个线圈 2,4,6,8,10,11 好,有11个线圈 我们一次脱过11个线圈 好,这里呢,一定要拉紧 好,再勾一个辫子 这里呢,我们一定要拉紧这个地方 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剪断线 好,这个地方呢,要拉紧 要不呢,这里呢,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洞 好,那这就是这个鞋头部分 那现在呢,我们要勾这个,呃,这个鞋舌 现在呢,我们来勾鞋舌部分 鞋舌部分呢,一共是9针 勾了6排,每一排呢,都是长针 好,那这9针呢,我们是在这里勾的 我们以中间这里呢,为中心 这里勾一针,两边呢,分别勾4针 好,所以现在我们来找下位置 我们从这里开始 那我们需要另一种颜色的线 好,我们把线呢勾过来 后面让它留些线头 先立三个辫子 好,那这三个辫子呢 我们就相当于一个长针 那现在呢,我们要在这里呢 均匀的勾出4针 我们在这里再勾一个长针 把后面的线头呢把它藏一下 这边的线头呢,也把它这样带一下 这个线头一定要拉紧 就是中间的这个 好,我们是勾长针 两个了 然后把这根白色的线一起带一下 三个 四个 好,然后到了中间 最中间的这里 我们在这里勾一个长针 好,然后这边呢也要均匀的勾出4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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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二 二 四 那这样呢我们就勾出了9针 9针呢是包括起立针的 包括起立针 好,那后面这个线头呢 多余的我们就可以剪掉 我们已经长了一段距离了 好,这就是斜舌的第一排 现在开始第二排 立三个辫子 一,二,三 好,反过来 第一针我们不勾 因为这个起立针算做一针 好,我们在第二针里面 勾长针 然后每一针里面都是 一个长针 第二排呢,加上起立针呢 应该也是 九个长针 可以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最后一个长针呢 我们勾在 这个一开始立的三个辫子 我们勾在第三个辫子里 好,我们是从第三个辫子 穿过第三个辫子 勾我们的最后一个长针 好,那这样呢 第二排呢 就勾好了 第三排 同样的 三个辫子 反过来 然后又是在 第二针里面勾 因为这里呢 已经有了几个针了 一个长针 下一针 也是一个长针 每一针里面勾 一个长针 好,最后一个长针 都是勾在第三个辫子里 好,这就是第三排 那大家呢 用这种方法呢 一共勾六排 一共勾六排 这个斜绳的六排呢 已经勾完了 勾完了之后 我们再勾一辫子 好,断线 现在呢 我们要尝一下这个线头 好,断线 好,那这样的斜舌呢 我们就勾好了 好,现在我们要勾 这个斜帮部分 鞋帮部分呢 我们底下呢 是先勾了一圈的 不加不减的短针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的斜头 朝右 我们从 这是这个 刚才这个斜头的最后一针 我们从后面的 这一针开始 好,同样的 立一个起立针 然后在立起立针的地方 勾一个短针 好,下一针里 把后面的线头呢 把它藏起来 下一针也是一个短针 每一针我们都勾一个短针 好,中间这里 这里呢 是刚才引拔的地方 这一针呢 我们不算做帧数的 所以这一针我们不勾 我们是在下一针里勾 一个短针 好,我们整个第一圈呢 就是这样 每一针里先勾一个短针 好,还有最后一针 好,勾完了之后呢 我们要暂时停下 因为我们现在要勾这个 底下的黑色条纹部分 我们需要一些黑色的线 那我们一般都是在 五股牛奶棉里面 我们在五股牛奶棉里面 抽出两股 因为五股太粗了 所以我们抽出两股 现在我们来勾这个黑色的部分 好,我们先要勾底下这一圈 那么这里呢 是从刚才这个斜 斜方的第一圈的第一个短针的这里开始 好,我们是这样拿的 斜头呢还是朝右 好,我们是从这里开始的 后面呢也是让它留些线头 我们要勾引拔针 后面这个线头呢 然后我们要勾引拔针 再下一针呢 也是勾引拔针 好,那我们就是一直这样勾引拔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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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 responsabil 所以你们冲去链针 勾这个饮拔针的时候呢 大家不用拿得太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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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剩下几针了 我们呢 也是要一直勾到这边的这个第一个短针的位置 我这个黑色线的留短了一些 大家要留的长一点 好 还有一针 我这个留短了 刚好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线头 带到里面去 我们要把这个线头藏在里面 藏在里面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藏这个线头 好 那这样就可以了 好 现在呢 我们来勾上面这一圈 嗯 上面这一圈呢 我们是从这个鞋跟开始的 好 我们从鞋跟这里 开始 那我们也需要黑色的线 两股就可以了 好 我们是勾针从外面穿到里面 把线勾出来 好 后面留线头 同样的都是勾引拔针 这个线头呢 跟刚才一样 在这个线上 闹 闹一下就可以 把它藏起来 好 那么这一圈呢 我们是要勾一圈 完整的引拔针 要勾一圈完整的引拔针 那大家呢 就用这种方法 一直顺着这一条线 我们勾的是这个地方 一直这样呢 引拔引拔到最后 好 我这里呢 已经到最后了 好 我们再勾一个引拔针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线头 把它拉出来 好 现在呢 同样的要把这个线头呢 带到里面藏一下 好 多余的剪掉 其他的多余线头呢 大家也可以把它剪掉 好 好 那这样呢 我们这两圈黑色的边呢 我们就这样 勾好了 现在呢 我们来勾这个上面的楼空部分 好 现在我们来开始勾在上面的楼空花样 也就是我们的第二圈 那这个花样的我们勾的呢 全部都是长针 好 我们先立三个辫子 好 然后再把我们的鞋子反过来 我们在第一针我们不勾 因为这个起立针呢 我们是算做一针的 我们在第二针里面勾一个长针 好 再勾两个辫子针 然后呢 底下我们空两针 我们空两针 在第三针里面勾一个长针 好 下一针也是一个长针 好 我们又是两个辫子针 我们又要空掉两针 一二 好 在这一针里面勾一个长针 下一针也是一个长针 好 我们第二圈呢 就是这样不断的重复 勾完两个长针之后 要 勾完两个长针之后 我们要再勾两个辫子针 然后底下呢 我们一定要记得空两针 好 然后两个长针 那么两个长针之后呢 我们又是两个辫子 好 空两针 好 好 我们就这样一直勾 勾到这边 好 一定要记得空两针 五针 五针 raj dados 两针 好,又是两个辫子针 空两针 好,两个辫子 空两针,还有一针 我们最后呢只剩下一针 好,这个没有关系 剩下一针呢我们就勾一针 好,然后我们又是三个辫子 反过来 开始我们的第三圈 好,那第三圈呢 因为这里呢已经另了一个起的针 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大洞里面再勾 一个长针 好,又是两个辫子 然后在这个大洞里面勾 两个长针 这个不管你鞋底呢 起多少针 我们的这个 镂空部分呢,勾法呢 都是一样的 好,继续 好,继续 好,那这里呢 在第三个辫子上 我们再勾一个长针 好,然后三个辫子 又反过来 反过来呢 我们开始第三圈 因为第三圈呢 我们现在呢要在这里勾 所以我们勾完三个辫子呢 我们是相当于一个长针的 然后呢 我们再勾两针 因为我们中间是要隔两针的 那因为每个人呢 这个鞋底起针数的不同 我这个鞋底呢 起了十二针 所以这个上面的楼空的花样 有几个这样的洞呢 这个个数呢 肯定不相同 那大家呢 就这样灵活应用 我们都是这样呢 有这种 把它间隔开 有这种花样就可以了 Got七 三 二 呃 二 四 二 那么 二 辈子 一 queria 楼空花样的我们一共勾了三圈 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圈 好,那勾到这里呢,我们同样的在这个第三个辫子这里,我们再勾一针 好,再勾一个辫子,拉长 那这个楼空花样部分呢,我们就勾完了 断线 现在我们可以长线头 这个线头大家也可以用缝合针在里面藏几下 好,现在我们擦这个鞋带 鞋带呢,我们还是需要这个奶白色的线 好,鞋带呢,我们就是一直勾辫子针 好 鞋带就是这样一直勾 2,3,4,5,6,7 大概呢,大概80到90个就差不多 好,大家就这样一直勾 90个左右 好,90个辫子针呢,勾完了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线头拉长 大家也可以留长一点 如果怕万一这个袋子短了,我们还可以继续勾 好,现在呢,我们来穿鞋带 穿鞋带呢,就跟我们平常是一样的 我们就直接穿到这个大洞里 旁边这个大洞 都可以不用勾针 好,这里呢,也是一样的 好,我们这个鞋带呢 我们这个鞋带呢,就 现在就直接在这上面 好,这样 从第二个床带中间穿一下 我们再调整一下 好,这样呢,就可以了 好,这样呢,就可以了 多余的线头 多余的线头 我们这里剪短一点 更好看一些 那这个鞋舌呢,看起来有点高了一点 那如果大家像这样高了一点呢 我们就可以不用勾六排 勾五排也可以 如果勾五排又短了 六排又高了 那我们可以把第六排的长针 改为短针 都可以 方法就是这样 大家呢,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 灵活应用 好,好,好